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袁维仁这个名字 可能宝贝们都会小小的脑袋大大的问号 但那应唱的接之相闻的征服 相信大家都听过吧 没错 这首歌就是袁维仁创作的 1968年出生的袁维仁从小便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 18岁那年和莫凡组成《凡人二重唱》正式出道 先天条件优越 再加上后天的努力 很快袁维仁就在娱乐圈闯出一番名堂 除了前面提到的娜英 袁维仁还帮不少知名歌手做过此曲 SHE 动力火车 骑琴 还有天后王妃等等 可以说 袁维仁是乐坛名副其实的金牌制作人 可音乐人嘛 在感情方面都比较丰富 袁维仁自然也不例外 在她的生命中 有一个名字必须提到 那就是陈小娟 常说得不到都是最好的 而陈小娟在袁维仁这里虽然得到过 但仍旧是她的白月光 陈小娟是陈汉典的姐姐 年轻时非常漂亮 和袁维仁一样 创作俱佳 与她时遇微时 认识了陈小娟之后 袁维德就被陈小娟的才华吸引 并对她展开追求 圈她很多人都知道 袁维仁喜欢陈小娟 陈小娟本人也知道 唯独是陈小娟的妈妈一直不同意 所以陈小娟才一直都没答应她 后来陈妈病危 袁维德去探望 并跪在病床前 求陈妈让他们在一起 陈妈被她打动 便被陈小娟交到她手上 原本一出抱得美人归的大戏 应该就此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谁知袁维仁和陈小娟在一起七年后 忽然宣布分手 他们没有向外界透露分手原因 但有知情人士透露 他们在一起时经常吵架 也许正是发现彼此其实不适合对方 所以才果断在恋爱的第七年分手 和陈小娟分手后 落寞的袁维仁经常去酒吧买醉 同时在酒吧借酒消愁的 还有事业不顺的陆元琪 在西映前 陆元琪曾是一个半红不黑的小演员 虽然竹梦演艺圈多年 但无所见数 一来而去 两个生活不顺利的人在酒吧看对眼 便火速在一起 两人谈恋爱没多久 便因为陆元琪怀孕而奉子成婚 婚后 陆元琪很快就为原为人生了一个儿子 同时宣布全面西营 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然而没过多久 他就后悔做出西营的决定 因为他发觉结婚以后 袁元仁几乎脚不沾家 天天在外happy 陆元琪这时候才看清楚 袁元仁和他结婚 不过是因为他怀孕罢了 像他这种艺术家 是不会将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 所以 在他们的小女儿出生后没多久 陆元琪便向袁元仁提出离婚 说起这个小女儿的生产过程 也是一把鲜酸泪 当时陆元琪生小女儿时 不幸血崩 差点失血离世 此时 别说是最亲近的人了 就算一般人看到 都会紧张关心 可偏偏作为枕边人的原为人 却十分冷漠 全程不是在看手机 就是出去抽烟 跟个没事人一样 也正是因为这样 让陆元琪下定决心离婚 可原为人却以女儿还小为友 给拒绝了 无奈 陆元琪只好打消念头 期盼原为人起码可以做个好爸爸 然而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原为人不仅没有尽到为人夫的责任 就连为人妇的责任也没有尽到 结婚十四年间 原为人从来都不理儿女的事 也没帮孩子换过一次尿布 当时原为人正处在事业巅峰期 需要在内地和台湾不断奔波 陆元琪体谅老公的辛苦 所以家中大小事物 她一力承担 从来不用原为人再操心 一家四口 看似幸福 殊不知 危险在步步紧逼 当时台美时不时地拍到原为人和一些年轻女子亲密出行的照片 老公这四真四假的绯闻 陆元琪不是不知道 但那一开始是极力否认老公的绯闻的 但后来她的态度转为了视而不见 可女人都是有底线的 原为人出轨次数越加增多 一次次触碰到了陆元琪的底线 两人婚后第四年 陆元琪在社交平台表示 原为人有外遇 她还表示 自己一度陷入情绪低谷 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 试图轻生 新规旁人发现急时 才得以捡回一条命 更离谱的是 陆元琪生完孩子后 患上了子宫癌 做了两次手术 原为人都没有到场 直到第三次手术 需要家属亲笔签字 在陆元琪的恳求下 她才姗姗来迟 除了不顾家庭 不理妻而死活 原为人还染上了 赌博的恶极 欠债数百万 在上海录制节目时 还被债主上门拦截 最后承诺 尽快还钱后 才被债主放走 尽管原为人在生活上 劣迹斑斑 陆元琪还是跟了她14年 直到2016年 两人才在一地鸡毛中离婚 当时原为人还在外面 欠下了上百万的赌债 原为人以无力支付 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用为由 净身出户 看起来还算蛮厚的的 其实并不是 当时原为人在外面还欠着赌债 家里的车和房子 都有贷款要付 而陆元琪在之前 甚至还卖掉了车 替原为人还钱 可没想到原为人如此绝情 脱身而去 留下一双儿女和一大堆房贷车贷 给陆元琪背 自己从此对前妻两个孩子 不闻不问 没想到前脚刚离婚 后脚原为人就被拍到 和24岁的大学生陈薇过夜 这才刚离婚几十个小时 大哥 你就这么饥渴难耐吗 虽然原为人再三声明 离婚与第三者无关 但还是有一批人看不过眼 尤其是陆元琪的闺蜜陶晶莹 后来陶晶莹上吐槽大会的时候 还主动提起原为人的丑闻 言语间揭示讽刺 甚至喊话节目组 让节目组把原为人的通告费给她 让她转交给陆元琪 要知道 陶晶莹曾是原为人好友 但自从陆元二人婚姻出现问题后 陶晶莹果断站队陆元琪 义愤填膺的陶晶莹还曾公开表示 只要有原为人出席的活动 她都不会接 而她之所以肯接吐槽大会 估计就是想借着吐槽 为闺蜜出一口气 虽说原为人辜负了陆元琪 但陆元琪作为原为人的前妻 对她真是忍着意尽了 离婚后原为人以欠赌债为由 从没给过一分钱赡养费 一双儿女的学费 还是陆元琪左借右借 再加上陶晶莹和另一名好友 黄远玲主动帮她分担的 或许是原为人为人实在太渣了 上天都看不过眼 2018年 原为人在上海不幸 因为中风摔倒入院 医生不仅在她脑内发现血块 还发现了一个肿瘤 后来原为人在家人的陪伴下 返回台北 切除了肿瘤 并回到自家休养 原本恢复情况渐入家境 谁知 2020年 她又在家里撞到头 再次陷入昏迷 尽管家人将她及时送院 但她的情况还是越来越差 当时原为人在上海摔倒后 陆元琪第一时间就带着一双儿女 飞去上海看她 后来还在节目上形容 当时见到原为人瘦骨临寻 吓到她抱着儿子痛哭 而原为人这边因为生病前就欠下很多赌债 生病卧床后 生活就更加窘迫了 全靠朋友乌启贤 张瑜等人在圈内筹款 成立了一个小胖基金 帮她渡过难关 虽说两边经济都很困难 但在原为人第二次病倒后 她大姐和她女儿 竟围绕赡养问题 展开了一场骂战 有网友问 原为人的女儿袁荣 有没有去医院探望父亲 原容无奈回复 已经有一年多没见了 结果没过多久 原为人的大姐原葛玲忽然发文 表示这两年间 都是原为人的二姐在照顾她 而且话里话外 都在指责弟弟的一双儿女 不忠不义 没有尽到赡养看护的责任 在原葛玲挑起骂战后 原容也站出来表示 并不是他们不想见 而是原为人的妈妈一直在阻拦两家人见面 然而原容的说法 并没有得到原葛玲的谅解 她嘲讽两个孩子 有手有脚 谁能拦住 或许是原为人妈妈的阻止 也或许是陆元祺下定决心 开始新生活 总之在原为人病情再次加重后 陆元祺一次都没去看望过她 而他们的儿子原意 则在勤工俭学 同时也在网上回应网友们 希望网友们不要再骂父亲 袁毅还表示 自己现在正在努力赚钱 寒假时会带妹妹去看原为人 因为一直病着 在2022年下旬 还传出了原为人去世的乌龙 着实吓坏了不少网友 生病这些年 除了家人费心费力 也耗费金钱 不过好在圈内的好友都会力所能及地帮助原为人一家 生老病死都是人生常态 我们也祝原为人能够挺过难关 身体早日恢复 老实说 辣妹觉得陆元祺和一双儿女已经够宽宏大度的了 离婚前 原为人没有尽到为人父为人夫的责任 没有照顾好家庭 离婚后也没有给妻子抚养费 眼睁睁看着前妻和一双儿女艰难地生活着 如今病重了 陆元祺和子女虽然没有经常来看她 但也时刻关心她的健康 还希望网友不要再骂她 像她这样的渣男 真是何德何能 遇到这么一个重情重义的女人 和拥有一对这么善且仁义的子女 只可惜了陆元祺 前半生因为原为人吃尽了苦头 好不容易摆脱了渣男 却终日要为了抚养子女奔波 希望余生的她能多爱自己一点 为自己而活 至于另一半 永远要记得一句 宁缺勿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好吗